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简单的描述 大家可以简单一带而过 为什么呢 将来讲材料是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我们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书上的23页 往下走 我的列出的表格就是第三条 就第二项内容第三条 钢筋与火凝土的共同工作 这是重点 他们的共同工作是靠钢筋和火凝土之间的 粘接力来共同工作的 这个粘接力也叫什么 粘接强度也叫粘接应力 重点下面这两句话 影响粘接强度的主要因素是三个 一 混凝土的强度 二 保护层的厚度 三 钢筋之间的近距离 这就是在现场中质量控制的最重要的点 要检查的地方 这一页重点就在这儿 然后接着再往下走 什么呢 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的基本概念 它讲了有好几点 我们这里重点记下中间的第二条 什么 可靠度 什么叫可靠度 就是可靠度是可靠性的定量指标 我们前面说过 可靠性数包括三性 安全性 适用性 耐久性 它是一个 简单的性质描述 而这块就是对这个性质描述 做定量的描述 叫可靠度 怎么定量 取系数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怎么取系数 怎么满足可靠度 这里面有三点 这是一个重点 我做个解释 第一点 在计算感见内力时 要对核载标准值 乘以一个大一的系数 成为核载分项系数 我做个解释 如果让你进行一个教室的设计 你是不是要调查 像这种教室 常年承受的核载有多大 你要调查吧 你调查结果得出的核载标准值 假定是每平米承受500牛吨 这是核载值 你能按这个值进行设计吗 如果这教室出现变化 人多了呢 或者又增加一些 搬了好多书呢 等等的 是不是有变化 所以你要记住 要把你调查得出的核载值 乘以一个大一的系数 考虑意外情况的发生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在计算结构的抗力时 要对材料的标准值 除以大一系数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这个教室你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的柱子和梁 钢筋混凝土这种材料 假定你查规范查出来 它抗力的标准值 假定是每根柱子承受1000牛吨 抗力 你能按这个让柱子承受吗 不行 你要干嘛呢 把这个柱子抗力值 除以一个大一系数 做一个储备 按多少 比如就按了800牛吨设计 大家想一想 材料的标准值 除以一个大一系数 做一个储备 而核载值 乘以大的系数 考虑意外发生 按照这两个考虑 进行设计 结构的可靠度 是不是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可靠度的定量表示 那么我们国家规范就规定了 就第三条 对安全等级不同的建筑结构 都要采用一个重要性系数 进行调整 这就是三点 把这三点记住 我们一般 我们国家的结构设计规范 一般都把这个核载标准值 一般乘以多少呢 1.4到1.55之间 这个范围 好 这就是我们强调的 这个可靠度 如何定量来表示 好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呢 钢筋虎凝土梁的配金原理 和构造要求 我们书上是干嘛呢 画了几个图来表示 我这里说一下 梁的破坏有这样的梁种 我画一个实习图 这是钢筋虎凝土的梁 它受到核载什么 一般是均不核载 在核载作用下 这个梁的弯曲变形是这样 跨中弯曲最高 这梁的变形 这样弯曲变形 在弯曲变形情况下 随着核载不断的增大 然后这个梁中部出现了开裂 这种破坏叫什么呢 叫正界面的破坏 正界面破坏 第二种破坏 主要是在剪切核载的作用下 这个梁的出现什么呢 注意看 出现这样的斜裂缝 这个破坏叫什么 叫斜界面的破坏 我们看一下 这种破坏 怎么解决 前面我们讲个原理吧 火凝土抗拉性能是很差的 抗压性能好 这个梁下部是受拉的 火凝土一定会开裂 那么怎么解决 放置受力的钢筋 抵抗这个拉力 抵抗拉力 所以说防止梁的正界面破坏 是要靠这里面配置的 受拉钢筋的数量 这种强调的 那么是配多呢 还是配少呢 这里面就出现烤点 听我描述 这个梁配置下部钢筋 配好了 在核载送一下 下部的钢筋破坏了 上部混凝土没有破坏 这种破坏叫什么破坏 钢筋先破坏的 这种叫做少筋破坏 改一下 下部的钢筋没有破坏 上部的混凝土破坏 这种混凝土先破坏的 叫什么 叫超筋破坏 第三种 上部的混凝土和下部的钢筋 同时发生破坏 这种破坏叫什么 叫适筋破坏 我们结构的设计 要按照什么 适筋破坏 不许只出现少筋超筋 所以正一面破坏 延伸的考点就是它 案例或者选择机考试 就描述这个现象 考你 它是少筋破坏 还是超筋 还是试筋破坏 而第二个 邪击面破坏 要解决它是靠什么呢 知作区域 孤筋加密 加密还不能解决的 干嘛呢 弯起钢筋 这个孤筋和弯紧钢筋 统称都叫做腹筋 腹筋啊 腹筋 那么影响斜面破坏的因素是什么 跟它的截面尺寸和民主的强度有关 还有一个就是配孤率有关 我们总结 影响席面破坏 主要因素是配孤率 我们书上讲的就是负筋和孤筋的数量 而影响正一面破坏的 也是跟它的强度 跟它的配筋有关 影响最大的就是下部的钢筋的配筋率 好了 我用这样的解释之后呢 大家再回来看文字 你就清楚了 大家看到的正极面破坏和协级面破坏 两点 特别是影响协级面受力性能的主要因素 大家看到了 简跨比和高画比 然后呢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再有呢 就是负筋的数量 弯起钢筋的数量 这些叫做负筋 叫做负筋 所以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三条 负筋的数量 我们继续 为了防止梁的斜面破坏 大家看一下 因素就是这个 控制梁的斜面最小尺寸 就限制不能太小 所以大家看到了 要控制变形 一定要增大这个梁的尺寸 然后呢 适当的配置固寸 如果两条都不能满足要求 再加弯起钢筋 好继续 我们看一下两板的手里特点 第一个单向板与双向板 我们简化一下 就把这个三段的最后一句话 记住它 我们做个区分 大家看 这是板的长边 这是板的短边 二者之比 大于等于三的 这个板为单向受力的板 受力钢筋放在短边 出来短边 而再看第二个板 这是长边 这是短边 它们只比小一三 这个板是双向受力的板 两方向都是受力钢筋 那么问大家 在双向板的时候 哪边的钢筋放在最下面 我们讲一个基本的原则 受力越大的这边 钢筋要放在最下面 我们结构设计 板的设计 谁的钢度大 谁受力大 双向板 短边的钢度大 所以短边的钢筋放在最下面 那么作为现场的质量控制考虑中 我们看一下 这是现胶的两板柱的结构 它所配置的钢筋 你们看 这是抵抗正弯筋的钢筋 在制作处呢 要有抵抗负弯筋的钢筋 这是配金图 你项目经理要明白一点 我出道题考大家 听我描述 这是个框架结构 记住啊 框架结构 这个方向尺寸9米 这个方向尺寸8米 柱方尺寸是8乘9米的 8乘9米的 然后呢 我做这样一个泡面 大家看 这个泡面 我在这放大 现场摆放的钢筋是这样的 假计这是 这个轴线尺寸在这 这块摆制着这个钢筋 底下摆制钢筋 大家看 是这么摆放 问你 让你判断 对还是错 记住这么抛切的 对还是错 这是现场实际操作 答出来 对还是错 你马上判定 你看 我这么抛的 抛到什么 这方向是8米 抛到了短边的钢筋 看到是长向的钢筋 而我们说过 双向板 短边的钢筋 要放在什么 最下面 这个钢筋配置都错了 要把这个短向钢筋 画到下面 这才是正确的摆放 你看 这就是实际操作 让你判断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单向板 双向板 和连续两板的 受力特点 钢筋怎么配置 原理就是说呢 主量是按弹性理论计算 次量和板 按照塑性变形考虑 什么叫弹性 就叫控制变形 加核载 核载过去 我还要挥过原来的形状 这是弹性理论 塑性 云起它有一些小的变形 也就是说弹性控制变形 塑性允许一些小的变形 这是单向板 与双向板 还有连续两板的特点 好了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第二项内容 气体结构的受力特点 及其构造 我先声明一点 这里面是气体结构的构造 特点 它是一个新增加的内容 进展内容 什么呢 是简单的一个描述 简单的描述 它不是重点 描述记什么 你们往下看 记一下强筑的高厚比 接着在书上26页的第一个字案段 就告大家 我给大家引出来了 影响允许高厚比的 主要因素有哪些 这就是考点 有沙江的强度 构建的类型 气体的种类 支撑的约束条件 截面形式 墙体开动 承重和非承重 影响因素就这些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往下 计算 受压计算 不需要你考虑的 我们跳过去 直接落到第三个 气体房屋结构的主要构造要求 三个 伸缩缝 圈梁 构造数 三个 伸缩缝 沉降缝和圈梁 三个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 伸缩缝和陈降缝 做个对比 伸缩缝是基础 可以不断开 往下 而伸缩缝的最大间距 这个表格就告诉你 一般间距多大 这个不需要你背的 这个伸缩缝在哪流 是设计定的 不是你随意定的 不是你施工定的 我这也告达一个规律 反正这块是设计规定的内容 不需要你记得 你要照图施工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好 往下 我们看一下呢 沉降缝 就记住这么一句话 他是解决地基不均沉降 造成渐入的沉降破坏的 所以他的基础必须分开 这是我们强调的这一点 接着大家看 圈梁 圈梁是在什么位置放呢 水平构建 以垂直构建交接处 具体说楼板以强交接处 要做圈梁 在同一个标高上 做成封闭状 这是圈梁 他的作用是干嘛用的 是加强房屋的整体性 加强房屋的整体性 他不是增加的承载能力 是加强房屋的整体性 就是这个 所以圈梁位置 大家看到了 有大梁 有物价的地方 圈梁要和大梁 做可靠的连接 也是加强它的整体性作用 圈梁的尺寸 不需要你记得 配多少钢筋 不需要你记得 这是我们强调的 你要知道圈梁 在什么位置 起什么作用 而具体的数字 圈梁多高 配多少钢筋 不需要你记得 这是气体结构的 往下走 我们看第三个 钢结构构建的手里特点 及其连接类型 钢结构在这里面的重点 前几条大家都不要记 简单的描述 具体的规定 都要在后面谈到 我们这里主要记什么呢 记这块的第三点 就是钢结构构建的防火 与防锈 这是重点 这块描述内容 就是要强调 你知道这个 我们看一下 第一 钢结构防火性能差 当温度达到了 摄氏550度的时候 这个钢结构 它的支撑能力 只是常温形化的0.7 所以钢结构 一定要做防火 第二个 钢结构遇到空气时 它容易生锈 容易生锈 所以钢结构 一定要干嘛 要做防腐 我们书上是先描述防火 是根据重要性来描述的 但实际上 记住 钢结构要先做防腐 验收合格之后 再做防火 验收再合格 这就是程序 程序 记住它 我们再加有条件 焊接的钢结构 首先要做什么 焊缝的碳伤检查 在检查的同时 做防腐 防腐验收合格之后 再做防火 三个程序 一 汉缝的碳伤检查 二 防腐验收合格 三 防火验收合格 三个程序 把它记住 往下 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结构抗震设计的构造要求 这块是反映在书中的多少呢 二十八页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地震的成因有三种 火山地震 塌险地震 和构造地震 我们这个研究的最多的是构造地震 它发生的是最频繁的 占整个破型地震的总量 能达到95%以上 这是构造地震 好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地震的震级 震级 震级是衡量地震释放能量 大小的一个尺度 你们记住 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 用理事震级来表示 用英文字母表示 就是M 表示震级 你们记住 M大于5的地震 统称为破坏性地震 如果要大到大于8了 属于特大地震 特大地震 继续 我们看 地震发生后 根据建筑物离震中的震远近 地震会才产生破坏 这个破坏影响程度不同 用烈度来表示 烈度来表示 注意这点 分成12个等级 这种讲的烈度的关系 我把这段内容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我们国家抗震规范是做这样的一个假设 世界各国也基本是一个假设 这是大地的水平面 地震产生 这是地震 震中只有一个 它向大地释放的是球面坡 是一个突然产生加速度的力 我们前面说过吧 这是什么 偶然核载 我们国家抗震是强到这点 假设需要抗震的房屋 远离震中 这样 我们建筑受到的地震核载是什么 就是水平核载 只有一种情况特殊 有些人说老师 我们家房子正好住在震中的正上方 那么他受到就是数项核载 算你倒霉 这个房子就不要抗震 这种强调假设 震中只有一个 震级也只有一个 用M来表示 他对周围建筑的破坏程度 用烈度来表示 这是我们强调的基本概念 要清楚 离震中越近 破坏烈度越高 反之越小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 一个地区的抗震的基本烈度 设防是怎么考虑的 他这句话就强调什么呢 一个地区的基本烈度 大体为在设计击准期 超越概率为10%的地震烈度 定义这个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 这句话可能挺绕嘴的 不好理解 我这家给大家总结一下 比如说北京地区 他定的抗震设防的基本烈度 按8度设防 什么意思呢 就北京这个地区 在这50年产生的所有地震 破坏烈度达到8度的概率 为10% 换一个地区 假设这个城市 抗震设防烈度按7度设防 就是说这个城市在整个的50年 就设计击准期里面 产生的所有地震 破坏烈度达到7度的概率 为10% 这就是抗震设防烈度的定义 好了 原理清楚了 我们下面看一下呢 抗震设防 基本思想 大家看书 12个字 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抗震的水准 什么呢 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以这三个水准 引生出来的抗震设防 目标是什么 就下面这个字 它讲了三层意思 这三层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层意思 大家看 当这个地区遭受了 低于本地区的地震影响时 低于啊 低于这个地区的烈度影响时 这个防污不受损害 第二种情况 当受到相当于本地区 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可能损害 经一般修理 或不需修理 任何继续使用 而第三种 当遭受高于本地区 抗震设防烈度的时候 不会发生倒塌 或发生危机生命的严重破坏 这是一个重点 假设怎么出题呢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 听我描述 某地区 抗震设防烈度 按八度设防 八度设防 该地区产生一次地震 震级等于8.2级 这是特大地震 而这次震级 对这个地区的破坏裂度 为什么呢 为7度 好 这是描述 背景的描述 然后让你选择A 这地区的A房屋 出现了倒塌 B房屋 出现了一些裂缝 C房屋 出现什么 晃动 D房屋 出现什么 位移 过大 这是四栋房屋 在这同一个地区 条件在这儿 考试会问你 ABCD 哪个房屋 满足抗震设防的标准 哪个 这时候要注意了 有些人答怎么 答 D 或答B 这个就错了 你知道错哪了吗 地震产生的震级 不能和这个地区的 摄防烈度比较 不能拿震级和 摄防烈度比较 要根据这次震级 产生的破坏烈度 跟这个地区的 摄防烈度比较 比较 结果是不是 这块是小于 摄防标准 既然小于 摄防标准 这个建筑 我们刚才说过了 不受任何损害 所以满多条件 晃动很正常 所以答案就是C 我改一下数 考题 这次破坏烈度 为8度 满多要求的是哪些 答案就是 B和C 都满足 相当的时候呢 建筑可能受到损害 也可能不损害 出点裂缝很正常 好 再改一下 这次破坏烈度为9度 满多要求的是哪些 BCD都满足 当破坏烈度 大于摄防标准时 房屋不能出现倒塌 所以 BCD都满足要求 一道题 就把这块抗震的概念 全告诉你 掌握它 掌握它 好 往下走 第二个 抗震摄防的分类 分 加一 丙丁 四类 我们大量的建筑物都属于 丙类 下面就是我们书上谈到的 抗震结构的概念设计 我这里说一下 概念设计就是 结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的问题 选择合理的 有利的场地 不要展坡地 等等 建筑形上 力求简洁 简单 选择技术先进的 抗震结构体系 多到设防 保证结构的整体性和严性 选择 轻质高强的建筑材料 等等 这些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落实的重点是在第三项 抗震的构造措施 分两类 对于多层气体防务的抗震措施 大家记住 它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记住它 一 设置钢筋虎凝土的构造柱 放在哪 房屋的四个角 还有内外墙交接的地方 二 设置钢筋虎凝土的签梁 和构造柱连在一起 是加强房屋的整体性 改善了房屋的抗震性能 提高了抗震能力 不是提高了承载能力啊 注意这点 第三个 加强墙体的连接 干嘛呢 楼板梁 大街长度 要满足要求 然后要加强压筋 和构刀柱圈梁连 第四个 加强楼梯间的整体性 考题 一说 气体结构的抗震措施是什么 把这四条打出来 构刀柱圈梁 加强墙体连接 加强楼梯间的整体性 继续 框架结构的抗震 构刀措施 大家注意 它这里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 在低震核载状下 什么部位是最容易发生 破坏的 我们总结 结构位于脚大的部位 都容易破坏 还有不同材料结合部 容易破坏 还有钢度突变点 容易破坏 好 大家看具体的 首先是柱的震盖 终于凉 柱顶的位移 一定大于柱底 所以它的震盖 重于柱底 角柱的位移是最大的 它是最容易破坏 而短柱 我们前往讲的概念 结构构建 谁的钢度大 谁受到的低震力就大 所以短柱是容易破坏 这就是容易破坏的位置 那么怎么防范 这里强调了 要强柱 强节点 强毛固 避免短柱 加强角柱 高度不能突变 要把这个框架结构 设成岩性的框架 什么叫岩性框架 就是说这个框架结构 在低震核载状下 它变形了 低震核载一过去 它又挥不到原来 核载前的变形的情况 恢复的越好 说明这个框架的 岩性越好 是框架结构的抗震 在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加强角柱 然后强柱强节点 这个强节点 我告诉大家 跟后面有一个考点 连在一起了 干嘛呢 遵照强柱强节点 我画实义图 框架结构的抗震 我简单画一下 这是柱与梁 怎么知道强柱 强节点呢 他在梁的端部 柱的端部 孤金加密 孤金加密 那么加密的程度多少呢 我们这没写 后面写了 我这里要说一下 你看柱子 这是楼板在这位置 在这块 要么 孤金加密 加密区的这个长度 多少呢 一个是柱高的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柱高 第二个柱子 极面尺寸 较大这一边 第三个 五百 我出道题就明白了 某框架结构 柱高是四米 柱的节面尺寸 是六百 乘八百 问你 要抗震 这个柱子的 固金加密区 长度是多少 你看 六分之一柱高 四除以六 多少 七百多吧 不到七百 就是六百多 而柱子 极面尺寸 较大这边是八百 这三降值 五百 八百 还有六百多 取最大值 多少呢 八百 就是这块的 固金加密区 是长度是八百 我问上讲这个呢 后面有一个考点 就柱子的钢筋 接头位置 选在哪 我先说一下 这有柱子受力钢筋 记住 柱子的受力 钢筋接头位置 躲开 固金加密区 三降值 取最大值 这就出现 接头 躲开固金加密区 也就是说 大家记住一个 基本原则 所有的 梁柱子的 钢筋的接头 要躲开 固金加密区 我这里把 提前把这个 说一下 希望大家 学会 枝简的串联 然后第三项 设置必要的 防阵风 高低错落建筑 中间设置防阵风 防止建筑 互相碰撞 引起的破坏 抗震这个环节 是每年出击概率 非常高的 请大家注意